踏入4月业绩期过去,市场焦点首先放在经济数据上,加因环球投资者最近忧虑经济衰退,美债知识曲线到挂加速会令资金流入短期债。 既然上周在担心经济衰退,要风险为纳,最直接的当然是经济数据好。中国公布3月官方制造业PMI为50.5,不但高于预期的49.6及较前值的49.2回升。 逆创五个月新高,情况回到去年11月时候的增长。老实说,单一项数据转好并不代表经济见底。PMI经历了三个月倒退。春节后经济活动再次活跃起来也很合理。 新订单指数为51.6,高于2月份一个百分点。连续两个月扩张加快。企业或在憧憬随着国家支援。 实体经济发展的简正减税降费政策逐步落地。供需两端好象回暖。 不过,从企业规模来看。大型企业PMI回落至51.1,是低于2月0.4个百分点。 而中小型企业PMI为49.9和49.3。尽管分别按月上升3个和4个百分点。 但仍在荣夫线以下。我们现在断言以见底。 论据不太够力。投资者当然明白。为眼见美国三个月期与十年期知识曲线不再到挂。 亚洲时段两者知识率分别建2.401里及2.449里。 资金流入股市情况明显。A股两市成交再破1万亿元人民币。 港股成交虽然未爆升。为成交也超过1200亿元。 反映投资者短线情绪好转。恒指在成交率增下。 在创今年高位29612点。 并收于29500点以上。 再次进入去年6月19至21日的区域内。 早前曾提及该水平有特别意义。 当时恒指失手该支持委250天线29282点后。 大市跌势急转值下。 周一收报29562点。 即是再次收复6月21日的位置。 该段时期。 恒指徘徊于29285至3012点。 我们可先以3012点作目标。 不过。6月19日所形成的下跌裂口为3012点至30259点。 而当日成交高达1529亿元。 要成功回补裂口。 除了指数点到价外。 未来成交也要突破此金额。 才有望完全摆脱30259点的阻力位。 另外。 要留意大市仍受英国脱勾所困扰。 加上近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拉加德亦表示。 虽然欧元区的财政状况比10年前好。 但还不足以抵御另一场经济危机。 欧元区是没有足够的弹性。 能够毫发无损地摆脱意想不到的经济风暴。 再者。 上周五德国。 法国及欧元区公布的PMI均六得六年来最大跌幅。 欧洲各地经济增长放缓迹象变得明显。 或许就是未来回补裂口失败的原因。